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点人点新闻 我是李晴 新闻一开始马上带你来关心 在昨天晚间 桃园中立区新华街 消防局货报有瓦斯气爆情形 两名大人 七名小孩 一家九口受困家中 五十岁的王姓男子 颜面烧烫伤 紧急送医 详细的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吴怀汉 好 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 住宅门口拉起封锁线 警销人员到场搜索 一旁挤满民众议论纷纷 事发在十七日晚间 桃园中立区新华街 消防局货报有瓦斯气爆情形 两名大人 七名小孩 一家九口受困家中 消防人员到达时 已经没有燃烧迹象 但仍然造成民众受伤 五十岁王姓男子 颜面烧烫伤 由新国分队救护车紧急送医 另外两名男童分别是 头部右手疼痛 以及脸部百分之一烧烫伤 好 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气爆 所幸一家九口全都被顺利救出 详细气爆原因 还有待消防局进一步理清 一项最新 出发了资本 远使用 无论 我们评论 出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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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